高雄县美农镇的居民他们现在不满水利鼠地 七河川局分红道的施工工程 上午他们集结抗议而居然不顾危险 他们是躺在地上要阻挡工程车 我们连线记者孙宇玉告诉大家最新状况 好的高雄县美农镇部分的自强里的居民呢 今天上午是拉着白布条来到泰顺桥这边抗议 他们抗议呢经济部河川局的一个整个工程呢 分红美农中正湖的工程呢 这个分红道竟然是从这个住宅区的下方这边通过 他们认为事先没有事先的完整完备的一个沟通 另外呢如果这分红道呢 经过这个住宅区的下方的时候是非常危险 因此呢上午呢是阻挡这工程车进入在工程地区来施工 甚至躺在马路上阻挡工程车来看看现场的情形 那么这个分红道的工程呢是美农中正湖的一个排水工程喔 主要呢这个经济部他要从这个治强街在转接中山路 在分红道这个美农溪 那么整个路啊大概河川的分红大概有1000多公尺喔 那这个分红道刚好行进在住宅区的下方 居民认为这个里面在底下根本看不到 因此如果洪水大一点的话 冲到上面去对他们身家财产的安全呢并没有保障 因此呢事前这个经济部又没有跟他们沟通 因此呢今天是来到了这个工地的现场抗议 他们不让整个工事呢整个尽情的施工呢 来玩比较顺利的进行 因此呢上午8点呢就举了这白布条来这现场抗议 以上是现场的情形